当你观赏好莱坞早期拍摄的默片时 你一定会注意到 里面的汽车明星都是福特制造的T型车 可想而知福特在当时的知名度有多么大 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 1863年生于美国的密西根州 是家中六个孩子里的老大 福特从小就对机械产生浓厚的兴趣 有一天他在学校和一个小朋友把一个表拆开了 老师非常生气 要他们放学之后留下来 等到把表修好才可以回家 老师完全没想到福特是个机械小天才 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把表修好 高高兴兴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了 福特很早就梦想要制造一辆不用马的马车 1896年他制造了第一辆汽车 给他命名为四轮车 到了1908年他推出了福特T型车 从那一年开始直到1927年停止生产为止 福特一共制造了157033辆T型车 创下了空前的记录 当他最巅峰的时期 在世界的汽车市场上 T型车占了68% T型车的一些设计 至今仍然被大部分汽车厂家沿用着 比方说 司机位置放在左边方便出入 在T型车之后 福特继续努力不懈地制造更好的汽车 使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企业家 他的福特汽车让全世界运行的速度快了9倍 到底福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曾经有一批很耗血的年轻人去找福特 请教他一个问题 福特先生 我的一生该怎么过才会成功呢 福特回答 如果你开始着手做一件事情 就要把它做完 福特告诉年轻人说 从前他在他家后面巷子 那间用砖头器的小屋子里 制造了他的第一辆汽车 那时候 他怀着年轻人的满腔热忱 不分昼夜的工作 希望获得最大的成就 可是 进行到一半时 他发现 他可能可以制造出 另外一辆更好的汽车 这个念头 影响了他对目前这辆汽车的热忱 他心想 把这辆不是最好的汽车造好 有什么益处呢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却有一股力量 督促他继续做下去 不久之后 他发现 由于他不放弃 继续完成第一辆汽车的制造 反而领悟到了更多 更好的点子 去造更好的第二辆汽车 他同时也发现一个秘密 就是人很容易 因为幻想会有一个更好的工作 而受诱惑 放弃目前的工作 结果以为一山更比一山高 最后却什么也做不成 只有尽全力把眼前的工作完成了 才能培养出足够的能力 去做出更好的工作 福特是基督教圣工会的会友 他本着爱心待人处事 在他成功的时候 他没有把功劳单单归给自己 而是借着提高工资 把利润分给所有的员工 他也热心捐献钱财给公益事业 所以当他在1947年 以84岁高龄过世的时候 人们对他的评语是 福特留下的 不仅仅是福特汽车这个品牌 更是他光明磊落的人格 和永不放弃的创业精神 半途而废以至一事无成 正是许多人失败的原因 福特永不放弃的榜样 使我们联想到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 保罗自从被主耶稣选召出来 做外邦人的使徒之后 一路走来真是又艰难又危险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使徒保罗不放弃的秘诀是什么呢? 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保罗写着说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许是犹太人或是西尼尼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保罗强调他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了荣耀神 他也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得到益处 只在乎大家有没有得到益处 而他所说的最大益处 就是使人得到救恩 所以保罗再怎么受苦都不会放弃 想想看 如果保罗当年知难而退 咱们外邦人就没有那么快得到福音了 我们从使徒保罗的榜样领悟到 如果我们忠心的去完成神托付的工作 就会因此容神一人 相反的 如果我们半途而废 非但不忠心 还使神不得荣耀 哇 那可不是小事啊 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正如圣经西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所说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